可是我認為在整個的這個過程當中 民進黨基本上就是一套的劇本在走 也就是說他很清楚的知道在這個時間 因為中國大陸不斷的告訴四周的國家 講說他們最近他們要做的叫做和平崛起 所以在這個部分他我覺得某種程度他在算計 算計什麼呢 由賴清德拋出了一個他支持台獨的這樣一個主張 可是隨後拿中華民國的這件事情來作為包裝 所以表面上實質是這樣講 可是你看他背後的作文 你剛剛提到蘇巧惠 蘇巧惠其實你如果看到他的背景 蘇貞昌的女兒嘛 蘇貞昌怎麼可能會在這個議題上面 跟蔡英文保持同樣的一個步調 這兩個就有嫌隙嘛 當時講了那個十幾次 沒你交代 這個事情就是有問題 但問題是你知道嗎 蘇巧惠其實有一個很特別的一個角度 蘇巧惠今天在這個修憲裡面 他所提到的這些東西 你記得當時我們在講兩岸協議監督條例的時候 民進黨那時候黨版還沒出來 只有四個版本 其中蘇巧惠提出來的版本叫做 台灣與中國締結協議處理及監督條例草案 那個就是實質的兩國論 根本就是兩個把中國 蘇巧惠的想法變成外國了 對蘇巧惠當時提出的版本就是這一個 那時候大家就在質疑講說 你民進黨現在要搞這個版本 你今天在兩岸協議監督條例裡面 你特意把它弄成兩國論的這個做法 那你再回想他這次提出這個 你覺得他背後的想法是什麼 他為什麼要把那些自言給拿掉 他很清楚就是要讓兩國論的東西 直接進到憲法裡面去 所以他可能已經不是那麼單純的講說 民進黨這裡面有沒有失言或不失言的問題 我認為某種程度他拿中華民國來做一個包裝 而實質上他要做的就是告訴他講說 我是一個務實台獨的人 什麼叫做務實台獨 雖然有一個夢幻獨 講說他要證明自先或什麼 可是如果要講實話 賴清德的論點如果可以成立的話 他也在騙台獨人的票啊 他在騙那些台獨人講說你們是遙不可期 只有我可以做 但是我講一個 因為你剛剛講到GDP啊 很多人可能沒有發現到 現在馬上下個禮拜是什麼 中秋節要到 每一年中秋節的時候 事實上都會有那個在大陸的台商 回到台灣這邊來 要跟我們的官員 還有我們這個海基會啊 陸委會啊 還有我們的這個 這個府方的高層來會 去年9月的時候 蔡英文親自出席這個場合 你知道嗎 那時候可能問題是呢 很多人就在講說 那個台商出席意願不高 今年的舉辦時間是什麼 10月5號 你看為什麼總統府都不講 因為就是台商都已經發現到 你現在搞這個之後 他沒有辦法再跟你相處 很多人都不願意回來這個地方 面對我們的這個官員啊 對 任雲講 我們再回來看這個GDP 我們在做這個圖表的時候 其實工作人員 美工人員跟我們抱怨 說我在找麻煩 為什麼呢 因為台灣很小 比例太懸殊 他們沒有辦法做 然後最後我們想了很多辦法 還是把這個說到可以 才可以這樣做 這比例已經懸殊到 表現不出來了 所以說大陸需要 他不需要武統 他不需要窮台 有人說他會窮台灣 他不需要 他就繼續走他的 一帶一路 亞投行 繼續做他 我們什麼都不要 董哥我們就不要西進 不要大陸 然後我們要南向 然後對泰國免簽 菲律賓免簽 結果泰國免簽 十年來泰國人在台灣賣淫 今年創最高峰 然後還要對菲律賓免簽 菲律賓是有武裝部隊的 叛軍的 我們就這樣繼續搞下去 將來會更可怕 不需要武統 不需要什麼東西的 因為民進黨政府 在乎的是那個數字 觀光的人數不能比馬政府時代少 那既然大陸客少這麼多 當然要從東南亞這些人去補 那當然補不回來 大家心知肚明 他在乎數字 今天眼見雜誌 有一項民調今天公佈 就台灣的年輕人 對於未來樂觀的 有8.6% 8.6 不是18.6 然後同時也做了很多城市 包括上海 上海的青年對他未來的樂觀 有50.8% 哇 差那麼多 對 你可以看到 我們政府對年輕人是什麼態度 我們政府對年輕人說 你滿18歲可以投票 這是我修憲一個重點 年輕人一定會投給民進黨 對不對 然後呢 我們台大的學生 號稱被黑道打 然後我們就全部挺他 然後把黑道把它掃光光 因為他 再把他揉住說 他就是共產黨 給錢叫他來鬧事的 這個是一個操作 然後我們又看到怎麼樣 年輕人 如果你只有十三四歲 你吸毒沒關係 我們會放慢 緩和的處理 因為你將來是手投足 你今天看到 我們整個民進黨體系 對年輕人是這個態度 十四歲吸毒沒關係 因為大家都會注意 在四年喔 你就有投票權喔 如果十八歲可以投喔 所以我當然不能夠對你怎麼樣 對 所以他所考量的全部是為了選舉 年輕人對民進黨很忠心 那我考量的是對我的選票的影響啊 對不對 所以你今天看到了 誰在乎說你GDP是多少 沒有人在乎啊 大家記得賴清德講這個話 他沒有先去看蔡英文 蔡英文七年的就職典禮他怎麼講呢 他講啊 他說民進黨喔 兩岸喔 就是尊重1992年兩岸會談的歷史事實 新政府會依據中華民國的憲法 集兩岸人民關係條例 然後來處理兩岸的事務 那不就是這個嗎 是 我們講了很多很多遍啊 可是他現在要把它改啊 對 國家統一之行 所以 所以你覺得他是 都是很有步驟的 先文化台獨 教育台獨 然後把台大的場子給他沖掉 然後賴清德講這個 然後最後立委送出來要修憲 他台獨讓別人去做啊 因為他自己當總統是不能講的 那別人講 賴清德講他說他是個人的主張 一個行政院長在立法院的答覆 能夠有個人主張嗎 那你就不要幹行政院長啊 這是全世界的常識耶 他違憲就應該下台走人啊 你覺得你是個人主張 跟你的國家政策不符 你就下台啊 你幹嘛練戰行政院長 對不對 但是你今天看到民進黨很多人 他接受見淚欣喜 譬如說蘇巧慧的角色 剛剛仁靜講的蘇巧慧角色 其實在民進黨裡面 蔡英文最大的 內奎其實是蘇貞昌拍戲 很清楚嘛 那你今天看到的 新潮流哪那麼多地方的政府 對不對 甚至拿到行政院長 這新潮流 政國會拿到台中的市長 林佳龍 對不對 這代表游錫坤的 那蘇貞昌這裡是沒有位子的 就地方他是沒有縣市首長的 他現在最在乎是哪裡 我要拿新北 新北 你蔡英文不要每天派羅志正來跟我們講 我們至少要有一塊地盤 所以我一直丟很強烈的東西 是民進黨內部的主張 可是是你蔡英文不敢接受的 那你要我把這些退的話 要我不要再提的話可以 新北我要 骨頭吐出來我要 這是一個 一個潛力的一個角度 可是你一定要用水波不興 然後在下面攪動嘛 所以你看到這些人 民進黨哪有人敢搞台獨 沒有辦法 因為 會限制他的不是 不是中國共產黨嘛 是美國政府嘛 他自己很清楚 一個中華民國的行政院長 看不懂什麼叫做國家統一之前嗎 他們在玩我們的命 然後來拿他們的位子嗎 現在又縮回去了說 這個議題我不談 蔡英文任命賴清德這個動作 就是民獨與暗獨的河流 就是民獨與暗獨的河流 就是說更進一步來說 就是曲線台獨 過去的這個曲線台獨 過渡到直線台獨 就是台獨是本來是一個普通引擎 加上了一個渦輪引擎 它的這個速度動能更大更快 那這是第一個值得觀察 第二個就是說 台獨基本教育派 真正全面進入中華民國 這個體制的骨髓核心內部去了 那我們知道 從去年5月20號以後 蔡英文上台當然任命這個林權組閣 那獨派的人士從去年的5月 一直罵到今年的9月 一直罵林權 一直罵蔡英文任用老男男 罵了一年四個月 終於因為林權的下台 拆這個賴清德的上台而結束 為什麼結束呢 因為台獨基本教育派 總算可以進入中華民國 這個骨髓跟靈魂的這個核心裡面去 除了借殼上市之外 而且還直接進入這個骨髓 當一個人的中蘇神經 注入了這個台獨的 這樣的一個基本教育派的精神的時候 這個中華民國 實際上已經不是過去的中華民國 第三個值得觀察 就是說剛剛放了這個影片 這個習主席的這個影片 其實我一直覺得就是雙百 大陸有兩個百 一個是建黨100週年2021年 另外一個是大陸這個 這個中華人民共和國 建立100週年2049年 2021到2049年之間 那這是一個劃時代的 換句話說2021年對台灣來說 是一個非常嚴峻的時期 就是說改變兩岸現狀的一個狀態 那換句話說我們現在 這個台獨加了渦輪引擎之後 只是在促使大陸加快這個統一的時間表 大陸方面要強化這樣的決心 那這樣的狀況 我們是有認真的去面對嗎 當我們面對中國大陸和平崛起的時候 台獨心惶惶 那台獨心惶惶 台獨的能量 剛剛這個主持人也講 台灣的GDP 大陸的GDP 這個十多年來的一個對比 還有綜合的這個力量 大陸的綜合國力 台灣的綜合的力量的對比 這樣的情況 台獨的基本教育派還儲心幾率 要改變這個中華民國 要讓台 要讓這個借殼上市變成一個名符其實的台獨的話 我認為這個是拉著2300萬同胞往這個火坑裡面跳 敬平 當然前國安會秘書長 丁玉舟他說 朝野不顧國家安全 爭相討好年輕人 我們爭兵制度期限一直縮短嘛 現在只有四個月 四個月 怎麼打仗 四個月 但是台灣還是有樂觀說 我們沒有當麻煩製造者 也沒有挑釁 也沒有宣布台獨 然後也沒有挑戰對岸的一中底線 可是賴清德這樣做 是不是算挑戰了對方的一中底線 不要說挑戰對方的一中底線 他根本就推翻中華民國的憲法了 那這樣子 再加上說現在對軍工教人砍年金 然後文化台獨 教育台獨 一直修改教科書 他是不是在逼大陸啟動 反分裂國家法 是這樣嗎 其實這些條件都已經造成 台灣內部的社會分裂 還有包括這個軍工教的年金改革 也造成很多的軍心士氣的動搖 那在這個大陸方面 如果你從軍事的角度去解讀的話 那現在台灣的兩岸軍事的對比 從這個實質的兵力跟武器裝備 已經不成正比了 這個武器裝備 我們遠遠落後不說 我們也沒有更新的東西可以更新 然後還有包括這個從兵力上 剛剛也提到了 都改成募兵全募兵了 然後都要這個四個月 四個月其實就是夏令營 兩個月兩個月的這種 進階版的成功營 夏令營 真的就是兩個月兩個月這樣子 然後召集完了就沒有了 然後兵也不敢抄 因為怕出事 會被媒體爆料 對對對 然後家長會抗議 明代會介入等等 太累了怎麼樣 對都有然後不敢出抄 36 37度就不要那個 34 35度都不要那個出抄了 那民進黨它要毒化怎麼辦 要怎麼辦 所以很簡單 兩條路 第一個 先把孫中山的地位把它抹上 還好心裡 我們擺人大操作是孫中山 不然的話還是也不認得孫中山了 所以革命黨人 偷頭顱撒熱血的那個熱情 孩子們已經知道了